前面一讲呢,我们把气象雷达大体的结构或者功能以及分离情况有所了解 现在呢,我们要谈一谈气象雷达里面的一些扫描模式,一些探测模式 气象雷达具有两组马达 一个呢,是控制方位的,还有一个呢,是控制天性的抚养的 那因此在方位那个马达驱动或者抚养马达驱动下,天性会运转的 我们现在在谈的主要,或者用的比较多的运转方式呢,就是所谓的PPRI方式 那么它得到的结果呢,是整个360度范围的回步情况 或者360度范围的降水情况,那么这张图呢,就结实了这种结果 那么从这上面看出来,雷达呢,在中心位置 那么呢,天性呢,实际上呢,对方看到就是回步 回步怎么看到的呢,实际上是天性在这里旋转 这个天性呢,就是作为360度的旋转 360度旋转,这样的旋转很快 那么这个旋转的时候呢,它的抚养阳角呢 这个地方作为,这个阳角 阳角的话,要固定住,一般都要固定住 你比如说是1度的,还是0.05度的 这样的保持这个360度范围的东西在同一个阳角下 所以呢,我们在关注PPRI扫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阳角 这张图呢,看出来这个扫描的形式 这么扫描,一般呢,我们都是顺时针扫描 一般都是这样的 那么,获取的数据就是0-3-6度范围 探测半径差不多是100多公里 到200公里左右的 这么大范围里的降水情况 所以这个数据呢,好处就是大范围 或者范围比较大 降水情况呢,你要记得比较清楚的 这张图你看到更清晰了 像这张图你们看呢,雷达呢,在中心位置 大概从这个图上看,这个云在这,是吧 并运在这,中心雷达呢,可能在这个位置上 大概在这个地方 那么,看到的是这个降水系统 像类似于一个气象里面 应该,这是应该 昏和性降水了 昏和性降水 其余一部分有点,场地里面 好,那么这个图呢,你看出来 大范围的降水 这个像那些,西部和百部 这个比较明积,东部呢,目前没有 我们再,如果我们再知道 这个降水往东部移的话 就并运我们预报了,是吧 那PPI图像方式 能看到大范围的降渠情况 必须要了解群聚 那么这PPI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叫PPI呢 本身的意思就是 这个图像肯定出来了 我们列出来 叫做Plan Position Indicator Plan Position Indicator 我们一般的事情叫PPI 看到呢,相当于就是 360度范围的降渠情况 这个数据应该是最多的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一个RHI 刚才呢,是转动方位电机 那如果我们现在让复养电机运转 方位电机固定在某个地方 那么这样呢,相当于上下俯视 这种 那么这个呢,就是所谓RHI 那这种英语Dance呢 就是Ranging Height Indicator 距离高度扫描 距离高度扫描 那么看到图像就是这样的 那么呢,清新呢 一般从下面开始往上抬上去 这样的 在并抬的过程中 并探测 发射电子部 接受电子部 然后分析 得到这些数据 重新出来 这样的情况 这个能看到什么东西呢 看到某一个方位上的 降水系统的垂直发展情况 你想这张图里看出来 在这个距离上 这一块呢,雨很大 灰部很强 我现在不管啊 现在不知道 这个颜色很红 就是数据很大 数据很大的话 雨就很大 可以这么理解 好 那么这张图里看到 这个顶部呢 比较平平的是吧 比较平平的 这个中间这一块呢 还有比较强的 比较强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上一次提到的 所谓量带的问题 量带 这个量带反应呢 是一个温度问题 这个温度呢 差不多在零度附近 零度附近 雷达本来是不能探测温度的 如果你看到量带的话 就能坚决的判断温度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了 就提供了温度信息了 那么这个 通过这个RHI看到的 回 相当于一个 系统结构的垂直结构情况 我们就知道这个系统呢 发展情况怎么样 好 下面还有一图呢 展示这个东西 你看 这一张 左边这个图里面呢 比较平 也看到量带 整个顶上比较平 那么这样的浆水系统 一般的话 就趋于稳定 甚至结束了 快结束了 那么再看这 右边这张图 你看这个 八级很高 摸得很高 那么这一块呢 发现呢 发展很很旺盛 最属于一种低流系统 发展非常旺盛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还会发展的 像这边呢 也拔得很高很高的 一个性的东西 这一块呢就是 所谓新生系统 那这地方 这地方的教育 最近会结束的 这一块呢又产生了 是此起彼伏的这种 就通过垂直结构就能看出来 如果通过那个PPI 像那个水平看的话 VB看得这么清晰 所以呢 我们要看水平的情况 要看垂直的情况 要看水平的情况 要看垂直的情况 这是有矛盾的 因为天性一个时刻 只能运转一种方式的运转 做两种方式也可以做 但是那时候呢 数据病理感觉呢 比较乱 因为人的大了 可能跟不上 那相当螺旋式的上升 这个可能跟不上 空间位置 那么这时候呢 怎么办呢 我们采用一个叫做 VPPI的方式 那么它是这么做的 前面呢 先去一个阳角比较低的 好像比较低的 低阳角做个PPI扫描 然后呢 再阳角抬高 然后呢 再做个PPI扫描 再阳角抬高 再做一个PPI 这样有一系列 不同阳角的PPI 各成的这么一个扫描 这个呢 我们叫做VPPI 或者叫立体扫描 但是说立体不是很完整的立体了 是相当部分的 我们叫VPPI 好了 那么这种扫描的话 它提供的 不仅仅是某一个方式上的信息 也可以告诉你模细 垂着高度上的信息 所以它现在相对出来 比单个的PPI 或者单个的RHI信息要丰富 要丰富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在短时间里面 获取差不多是一个三维的降水系统机构 这是因此在现在业务上用的比较多 比较多的 那么这张图呢 就展示的就是 一个提扫描的时候 不同阳角上的PPI情况 那么正常分辨出来了 那么最左边呢 这个最上面这个是005度阳角 然后呢到109度阳角 然后到501度阳角 然后到12.5度阳角 然后到12.5度阳角 你到了四张图 这是同一个降水回波的 你看出来这个回波情况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么最低阳角的005度 你看它回波的范围 强回波的范围比较大一些 你到最高层的12.5度阳角 这个强回波范围就变小了 是吧 变小了 原因在什么 那么就是江水系统 它发展高度上是不均匀的 那么像这些地方 地方有强回波的 这个图上没有 那说明这个高 在那个地方呢 这个阳角比较高的话 那说明高度比较高了 在这个高度上 那么这个系统呢 没有这么高 这个系统比较低 这个系统比较高 你看出来这个比较低 这个高 那么这一块高的地方 往往是比较强的 所以这个单个的PPI很难翻译 一组PPI就能翻译 这一组PPI你要分别去做的话 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给它做完 有所谓的VPPI 一次性的扫描 那么这张图呢就告诉你 我们的VPPI 在这边呢 我们列出来一种 美国人的建议的 叫做VCP11模式 VCP的意思呢 就是垂直覆盖 对空间的垂直覆盖 有这种方式 它给它冰号11这种方式 你看 它这方阶段呢 总共有14层 一层是005度阳角 1.5度阳角 一直到19.5度阳角 总共14层 这样去扫描 那么相当于14个PPI 不同阳角的 14个PPI在这 那么还有其他的 也是扫描模式 你比较 我今天列出来的 就是VCP21模式 21模式的话呢 是9层的 9层PPI 那么呢 它的阳角范围呢 也是从0.5度到 摄距0.5度 这样来做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层次比较只有9层 刚才那个VCP 14层 这里方呢 把9层跟14层 简单的对比 你可以发现 14层的话 空间呢 比如碳刻的空间 比较密集的 那么9层的话 空间呢 很多空隙 是吧 看到很多空隙的 那这地方呢 有空隙 鼠标都不好控制 这方有空隙 探测不到 这方呢 也有空隙 探测不到的 这方也有空隙 是吧 如果江水 分布比较均匀 比较均匀 比较均匀的话 那么这空隙 虽然存在 影响不大 因为我能估计出来 如果江水 在垂直方向 发展很不均匀 那么这空隙的话 我就很难猜测 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了 所以呢 这个模式 这个扫描的方式 跟我们的江水 可能还有一点联系的 所以 美国人 又建议了其他的一些模式 就根据你 不同的江水情况 来使用的 你比如说 列出来了 这地方现在是 VCPO1 VCPO1 VCPO1模式 O1模式 下面还有O2模式 还有O1模式 那么呢 它对于层次 大多数都是14层 只有O1是9层 那么呢 扫描的时间也不一样 有的快有的慢 从上面看出来的 像那个VCPO1模式 虽然是9层 大概还6分钟 VCPO1是14层 只要5分钟 VCPO1也有14层 大概4分6秒 然后呢 VCPO1模式 然后呢 是5分钟 你可能会奇怪 为什么层次越少 繁华时间越长 因为你们的数据进行了一些 数据进行了一些控制 进行了一些处理 所以花的时间更长 这样的话 它的数据质量 或者数据的可行度 会好一些 我们国家呢 采用的就是VCPO1 美国大多数采用的是VCPO1等等 因为上面还有种东西 现在VCP3O VCP3O 它使用的场合呢 是晴空情况下 这个晴空要主要 这个情况 雷达气象 你指的情况是不下雨 不是真正出太阳 就要晴空 不下雨就要晴空 所以呢 可能天上有云的 这跟我们的情况 一似非一样 那么这种情况 它呢 扫描时间呢 需要10分钟 它只有5层 只有5层 这都可以定义的 根据你探测目标 因为晴空的时候 那个目标物很入小 很入小 探测起来不容易 所以它要采用长时间 长迈程去探测 对雷达系统相当于影响比较大 那么第四种扫描方式呢 所谓THI THI 那么这地方呢 你看出来的 这个东西呢 指的是 Time Height Indicator 时间高度形式 时间高度形式 那么这边图像里面 这边脸部图像呢 图像里面反映的就是 横足标是时间 中足标是高度 那么这时的雷达呢 是直接朝天上看 像人看到天顶一样 它的天项是不动的 不扫描的 不动朝天上看 所以探测呢 是头领上的东西 那么像这个左边这个图呢 反映右边的就是的 反映呢 实际上是某一次云的情况 云的情况 这样你知道云有多高 云中间情况有没有变化 云的顶部有多高 这个呢 对我们的气象来说 是有价值的 你看云的底部高的话 这就是温度和水气有关系 因为那个顶部要高的话 也反映着温度和水气的关系 但是对我们的大气复射 有很明显的影响 所以这一块呢 需要知道这些信息 早期的话 这些信息是很难获取的 当然微信上也能看 微信看 没有雷达看得这么精细和准确 这雷达的四种扫描方式 然后呢 获取数据的方式 这是根据你的场景去使用 还有我们再看看雷达的探测模式 刚才提到的就是所谓的使用场景 使用场景在这提到的 这块提到的所谓的清空场景 以及降水场景 应该降水场景的话 差不多呢就是九层到十四层的 清空场景就是五层的 是吧 那么清空场景第一呢 所谓清空模式 它所谓叫Kernier Air Model 然后呢 降水模式呢就是所谓的Precipitation Model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雷达的发射机 或接受机的功能 都是有差异的 包括清空的专动情况 也是有差异的 那么这地方呢 给出来了 给出来了 那么这一块呢 降水模式用什么时候用呢 看到有显著降水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采用的就是降水模式探测 那么这个可以选择 VCP21模式 或者VCP11模式 在探测 在我们国家的话 我们国家气象局 都有统一的规定 统一的规定的 像美国他们的雷达呢 可能有些的是自动控制 它根据那些场景的自动盘定 那么西山就是这种 有降水的时候 采用降水模式 这个降水呢 是在雷达探测范围里 不仅仅是雷达旁边 旁边人能看到的 因为雷达探测 距离有100多公里呢 是吧 探测整个探测范围里 那么如果有降水的话 它雷达呢 都应该采用降水模式去探测 那么清空模式呢 就是没有明显的降水了 也就是说没有下雨的情况 或者我们雷达看到 那会部非常非常弱 非常弱的时候 它认为没有降水 这时候呢自动启动 清空模式探测 就是探测的话 跟前面什么不一样 跟降水模式什么不一样呢 一个是扫描的方式不一样 刚才说的 所谓的VCP-11和VCP-21的方式 应用于探测降水 那么这是它启动的 就是VCP-312方式 进行探测清空团流等等 那么这个是得 研究大气 一些并阶层啊 这一方面的 但我们作为一般的气象预报 一般不用这些信息 因此我们国家也不采用 这个清空探测方式 那么两种方式 将来我们怎么判别呢 我们呢 雷达里面 它是自动 像美国那样自动判别的 我们国家呢就不管 实际上就一直 采用降水方式 比较好 进行处理的 那么在图像上 有什么不同呢 也有差异的 你看我们这个图像上面 随便这个图 那么这两张图里面呢 你看看 左边这张图 跟右边这张图 就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那么呢 右边这张图 第一呢 你看那颜色 你比较 这方的红色 你看这个数字形成是50 那么左边这张图 这个红色呢 你看看 对那是8 不一样的 数据不一样的 这个8 90 也就是50 这个呢 代表目标物的强弱 目标强弱 江水模式下 那个江水目标物是很强的 很强的 所以这个数字都很大 那么清空模式下呢 主要是大社团 那么目标物都很弱小的 所以数字比较小 所以呢 采用大功率发射 大功率发射 大功率 相当于雷达设备里面的 你要功率加大 是不可能的 那么它采用长脉冲 这样让它累进的量 更大 在这种方式 对融幕标进行探测 那么这是这种做法 分为了清空 那个江水模式 如果一直采用 这个长脉冲去探测的话 也可以 但对雷达的损号别大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采用短卖成江水模式 好 这一期的例子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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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